大家好,我是靖 今天我们用土豆、鸡蛋、蔬菜 来做一个创意早餐 也可以做聚会小点 两个中等大小的土豆 洗净去皮 用叉子擦层 放到一个大碗里 加入一小勺干的洋葱碎 二分之一小勺蒜粉 四分之一小勺盐 再抹一点黑胡椒粉 用筷子拌匀 六连的抹粉盘 用软化的黄油抹一下 防粘 你也可以用食用油 把拌好的土豆丝 分别放到六个抹粉碗内 然后把每个碗内的土豆丝 整成一个小碗状 送入烤箱200度烤40-45分钟 或者烤到土豆碗金黄就可以了 准备两个鸡蛋 充分的打散 开火热锅 加入一块黄油 不喜欢黄油的可以用植物油 然后倒入打散的鸡蛋 迅速的划散 最后炒成这样的鸡蛋碎就可以了 一个红彩椒切小部分 切成小碎丁 一小节黄瓜也切成小碎丁 放入碗中加一点点盐 一点点胡椒粉 一点点干的欧芹碎 用筷子拌匀 倒入刚才炒好的鸡蛋碎中 把这些材料都拌匀 我们碗里放的材料就做好了 烤好的土豆碗从烤盘里取出来 再把刚才拌好的鸡蛋蔬菜粒 放入到土豆碗中 就这样 好看好吃的鸡蛋土豆碗就做好了 给小朋友做这样的一个早餐 他一定会喜欢的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谢谢您的收看 如果喜欢我的视频 就点击订阅关注我吧 我们下次再见